大家好,这里是历史万花镜。在宋朝的一场战役中,一位大将连射三剑,却皆射歪,敌军见状,哄堂大笑。 然而,当他们仔细一看这三剑的位置后,竟然惊恐万分,落荒而逃。 这看似滑稽的射术背后,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策略和智慧? 这位大将的失误,是否有着深刻的意图?敌军为何会因三剑的偏离,而溃不成军? 北宋殷宗至平年间,在开封府的一个普通家庭中,诞生了一个注定不平凡的婴儿。 这个孩子就是何冠,从小就展现出过人的戾气和敏捷的身手。 虽然家境贫寒,但何冠从未因此而自暴自弃。 相反,他怀揣着报效祖国的梦想,立志要成为一名出色的将军。 他的父母虽然贫困,却深知教育的重要性,倾其所有供何冠读书习武,为他日后的成长奠定了坚实基础。 年少的何冠,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,毅然选择了参军。 在军营里,他如鸡四可地学习各种武艺,尤其对骑射情有独钟。 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,使何冠的剑术日益精进。 很快,他就以百发百中的神奇剑法在军中展露头角。 何冠不仅勤学苦练,还善于思考,经常研究古代兵法,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,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作战风格。 何冠的才能很快引起了上级的注意。 在一次对阵西夏军队的战斗中,何冠展现出了惊人的剑术。 当时,何冠所在的部队正被西夏军队穷追猛打。 在危急时刻,何冠粘弓搭箭,一箭射出,竟然穿透了一名西夏士兵的胸膛,继而又射中了他身后的另一名士兵。 这一箭双雕的绝技,不仅震慑了敌军,也让自己人看到了希望。 这一战后,何冠的名声开始在军中传开,许多将士都已能与他共事为荣。 随着军功的积累,何冠逐渐晋升,最终被派往山西任职。 在那里,他遇到了自己的伯乐,何冬金略士。 这位上级领导对何冠的才能赞赏有加,给予了他很多施展才华的机会。 何冠也没有辜负上级的期望,他深入基层,体察民情,不断改进军队管理,提高士兵战斗力,使得边防逐渐稳固。 在边境,何冠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辽国。 辽人经常越境取水,扰乱边境秩序。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,何冠采取了一系列措施。 他划分了明确的边界,在泉水附近设置了瞭望宝,有效地遏制了辽人的越境行为。 同时,何冠还组织军民合作,在边境地区开凿水井,解决了边民的用水问题,赢得了百姓的爱戴。 然而,这种做法激怒了辽人。 一天,辽军来犯,在城下叫嚣挑衅。 何冠不慌不忙,拿起弓箭,连续射杀了几名辽军。 但他知道,仅仅杀敌并不能解决问题。 于是,他想出了一个妙计。 何冠深知,长期的边境冲突对双方都没有好处。 他开始思考,如何以最小的代价震慑敌人,维护边境和平。 何冠军决定,用自己的箭术来震慑辽军。 他瞄准了辽军身后的山崖,连射三箭。 这三箭看似偏离了目标,没有伤到任何一个辽军。 辽军见状,顿时哄堂大笑,以为何冠技不如人。 这一刻,何冠保持着沉着冷静。 他知道,真正的效果,很快就会显现。 这种心理战术的运用,体现了何冠高超的军事智慧。 就在此时,一名辽军士兵,无意中回头望去,顿时惊呆了。 原来,何冠的三支箭,竟然全部射入了同一块巨石。 而且剑簇深深的没入石中,几乎将石头贯穿。 这一幕让辽军惊恐万分。 他们意识到,自己面对的是一个真正的神剑手。 不敢再逗留,辽军仓皇撤退。 这一战,何冠没有商议兵一卒,却达到了震慑敌军的目的,充分显示了他高超的军事谋略。 这件事很快在辽军中传开。 虽然他们不知道何冠的名字,但大宋神剑手的传说却在敌军中流传开来。 多年后,当何冠已经身居高位时,在接见辽国使臣时,对方还提起这个传说。 何冠笑着承认,那个神剑手就是自己,让使臣惊叹不已。 这一幕不仅体现了何冠的幽默,也显示出他高超的外交智慧,为日后宋辽关系的缓和奠定了基础。 何冠的才能很快引起了朝廷的注意。 在一次述职中,宋辉宗亲自召见了何冠。 面对皇帝的询问,何冠以清晰明了的语言描述了西北边境的局势,让向来对军事不甚了解的宋辉宗也能轻松理解。 何冠的才能不仅体现在军事上,他对政治、经济等方面也有独到见解。 这让宋辉宗对他刮目相看。 宋辉宗对何冠的才能赞赏有加,很快就给予了他更高的职位。 然而,何冠并没有因此而骄傲自满。 他深知,自己肩负着保卫国家的重任,必须时刻保持警惕。 何冠常常提醒自己,越是位高权重,越要谨慎行事,不可辜负君主和百姓的期望。 他的这种品格,赢得了许多政治官员的敬重。 在朝堂上,何冠也展现出了卓越的政治智慧。 他不仅在军事上有所建树,还在内政方面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。 然而,随着时间的推移,朝廷的腐败日益严重。 何冠的忠言逐渐被一些奸臣所排挤。 面对这种情况,何冠并未气馁。 他继续坚持自己的原则,在困境中寻找突破口,努力为国家做出贡献。 宣和七年,精兵大举南下,宋朝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。 此时的宋徽宗已经传位给了儿子清宗,自己则匆忙逃离京城。 新即位的清宗,急需一位能够镇守黄河的将领。 何冠被选中单此重任。 面对这个艰巨的任务,何冠没有丝毫退缩。 他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,决心誓死守卫国家。 然而,朝廷的腐败已经严重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。 何冠手下虽有名义上的两万人马,实际上只有几千人,而且大多是老弱病残。 面对这样的困境,何冠没有退缩。 他知道,自己可能是大宋最后的希望。 何冠开始积极整顿军队,提高士气,同时派出斥后了解敌情,制定详细的防御计划。 在与精兵的激烈交战中,何冠带领着这支残兵败将,奋勇杀敌。 他的剑无虚发,每一剑都能带走一个敌人的性命。 然而,面对训练有素,装备精良的精兵,何冠的部队还是节节败退。 尽管如此,何冠依然坚守阵地,激励士兵们奋勇作战。 他的勇气和决心感染了每一个士兵。 最终,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,何冠重剑倒下。 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,他仍然没有放下手中的弓箭。 何冠用自己的生命,践行了保家卫国的誓言,成为了大宋最后的英雄之一。 何冠的一生,是一部充满传奇色彩的英雄史诗。 他用自己的才能和忠诚,为动荡不安的北宋王朝贡献了毕生的力量。 虽然最终未能挽救大宋的命运,但他的精神却永远留存在历史的篇章中。 好了,感谢您的收看,我们下次见。